連續幾部國片包括了海角七號 以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等 在港澳地區大受歡迎 有不少當地人慕名來到台灣旅遊 去年港澳觀光客的人數成長超過兩成 還首度突破了百萬人次大關 週六上午天氣轉晴 來自香港這一家人特地來到西門町 就是要好好的玩一玩 他們說因為來台手續很方便 所以常來台灣到處觀光 去年來台的港澳旅客突破百萬人次 比2011年81萬人次成長兩成以上 因此港澳也成為繼中國和日本之後 第三個來台破百萬大關的地區 主義是陸委會在2010年9月 實施港澳民眾網路申辦入台證 不發證以及不收費 再加上2011年12月起 增加台港間往返的客運航班 同時納入定期包機機制 除了政府的措施外 最近幾年國片海角旗號 以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都在香港和澳門掀起一股封台灣熱潮 也因此港澳旅客不斷入境 為台灣的觀光帶來不少的商機 記者 陳小青 謝麒文 台北報導